最近柯文哲案 其實問題很大 這一波靖州刊針對柯文哲的各種爆料 確實有一定的可考性 因為柯身邊有一些人心素不正 我就跟你講到這裡 我對靖州刊跟北檢的行為 這種所謂一邊辦一邊玩這種偵查 不公開的公開的行為 我是痛斥就是所謂的東廠行徑 但問題是 如果這一些爆料的東西 民眾黨沒辦法確實回應的話 這個案情漸漸的走向 對柯文哲越來越不利的境地 不是不可能 因為我看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我認為 民眾黨有異物講得更清楚一點點 不然的話 確實有很大的問題跟很大的危險性 有很大的問題跟很大的危險性 我再說一次 靖檢就是 所謂的東廠的一個附水組織 北檢就是東廠 他用著壓人取貢的方式在辦 柯文哲是不是 確實如此 這個最近柯文哲案 其實問題很大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問題 因為 柯文哲自從進去之後 所有的問題都顯得非常非常的被動 柯文哲最近 這個鏡週刊 我們說鏡檢 他透露了又今天又寫了一篇新的 這個東西 我必須說 之前 我都覺得鏡週刊 就是無病身影 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但是這一波 鏡週刊 針對柯文哲的各種爆料 確實有一定的 可考性 以我對事情的了解 不要說我是柯黑 我跟你講 柯粉才應該多聽我講 柯粉如果都活在同溫層裡面 是救不了柯文哲的 因為柯身邊有一些人 心素不正 我就跟你講到這裡 我點一點小草我就點到這裡 我不要再多講 不要說我在那邊講 我跟你講有人心素不正 那你自己去觀察那些人心素不正 我跟你說 內部高層都認定某一些 這個重要職務 總是幹事 都沒他的事的人 是不是內奸 你們自己聽清楚 這個首先要問 面倒的問題是 應小微要先延壓 再來這個下一個月的月初 就柯文哲延壓的問題 所以 北檢現在就是往著 要延壓的部分來處理 應小微是 10月24號延壓 柯文哲 後面這個 還有這個延壓的這個狀況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始終查不到金流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在懷疑說 這個 到底金流是真的是假的 尤其是 柯文哲有一個地方破功 什麼地方破功呢 就是 沈慶金跟柯文哲的關係 到底到什麼程度 因為大家知道 柯文哲自己坦承的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 就是他曾經在選後 因為 沈慶金要慰勞 辛勞 所以到了桃竹影員去唱歌 可是後來被檢調踢爆 這個問題 可能 當然也不能講到 就是又是禁檢辦案嘛 但看起來從核實性蠻高 因為 事實上民眾哪也沒針對這一條進行否認嘛 就是 柯文哲其實不只去見了審慶金一次 也不只到桃竹影員一次 這樣的狀況 所以到底關係有多密切 那裡面就出現了所謂的審慶金 小審 這個 20 應該是2022年 那是10月4號還是幾月幾號 突然忘記了 然後 審慶金 小審 15 洞洞 那到底這件事情 記載在他的USB裡面 是不是所謂的金流呢 這個就是大家在懷疑的問題 然後我跟大家講 這次鏡周刊的爆料裡面 幾個點 我這邊唸給大家聽 柯文哲的USB隨身碟當中 有記載500的東森集團王立林 記載300的博弈教父陳英柱 這些人都出庭作證 證稱有捐錢 今天最重磅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基隆市長謝國良 謝國良寫了200 那我們知道謝國良是基隆當地的 這個大家族 惡性的 謝國良今天也證明說 2022年長輩聽完柯文哲 在高宏安新竹的演講之後 決定 斗內200萬給民眾黨 透過朋友交給柯文哲 那跟柯文哲來交朋友 透過誰呢 謝國良就請了這個 邱佩玲 邱佩玲 就是現在的 基隆副市長 來交給民眾黨 那我告訴大家事情嚴重在哪裡 民眾黨對於上述的政治獻金 都沒依規定登陸 為什麼 因為個人政治獻金 抖內上限 是年代三十萬 對不對 政黨你捐200萬是超過限額的 所以你是不能 這樣子去抖內的 你看 這個金華城集團 怎麼抖內 給民眾黨 分七個人 三十萬 分七個人 總共抖了210萬 全部由金華城的高層 每個人用個人名義去抖內 那因為那個抖內的金額顯然 與他的這個收入的比例 被人家懷疑 然後再加上過度密集 所以最後被查出來說這個就是 這個威京集團去 交辦 那問題就來了 謝國良也承認了 而且謝國良願意出庭來作證 然後他願意承擔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些消息是哪裡來的呢 除了柯文哲的USB隨身碟當中 橘子 這個柯文哲的隨行秘書 他的USB就記錄了這一些 這樣的一個記錄 所以現在如果是朝這樣的方向去的話 那柯文哲的那1500到底跟 這個威京集團這個事情 到底有沒有關係 問題就越來越多的人在懷疑 所以我才說這一次 檢調透過禁檢所扔出來 我再說一次 禁檢就是 所謂的東廠的一個附水組 北檢就是東廠 他用的壓人取貢的方式 在辦柯文哲是不是 確實如此 可是今天問題就遇到說 柯文哲看起來沒有他講的 百分之百乾淨 這就是整個當中的矛盾 你知道嗎 就柯文哲今天有沒有乾淨 還有當初所聲稱的 腰舞動動是時間 還是金錢這件事情 這是現在大家最大的麻煩 如果這些錢一個接著一個 都承認說這個是政治獻金 只是沒有登錄的話 那接下來會怎麼辦呢 所以 朱雅虎也承認2020年3月底 朱雅虎 農機率保568的時候 以7人政治獻金 會 柯文哲這件事我們是知道的 然後李文中的Line被查出來說 有小省很小氣 7人210好了 感謝 這個是什麼 這是朱雅虎在2020年的4月1號 傳給李文中的 我們知道李文中是柯文哲大帳房 李文中又把這段文字也傳給蔡碧如 還有民眾黨的首任秘書長叫張哲陽 原因是什麼 因為民眾黨當時成立的時候 民眾黨非常缺資金 所以有人抖內當然好 朱雅虎最後是坦承 就是說有把這文字傳出去 並表示傳完柯文哲就會知道了 所以就說變成說 把蔡碧如捲入這個案子 當然蔡碧如是否認捲入這560的案子 那周刊另外講到說 蔡碧如是第一階段有角色 那當然這裡面就遇到一個問題是 560%是合法的 那如果這裡面有這樣的狀況 被認定對價關係 到底算不算行賄的一個部分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 那柯文哲在560%在2020年的時候 就跟威京集團有這樣牽絲外履的關係 那他到選總統更缺錢的情況之下 一開始了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關係呢 當然裡面還有提到說 譬如說這是金鐘漢獨家爆料了 說要解決蔡碧如的薪資的問題 所以到時候由沈欣欣來處理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是比較不相信 但民眾黨這邊的回應 就顯得比較蒼白無力了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這邊回應了 今天黃國昌有出來講 他說 事情講清楚了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 寫一堆垃圾報導 太惡劣 真的是太惡劣了 我看到報紙想問 請問誰講到民眾黨部搬錢 誰要對抹黑負責 我跟大家講 周刊去講說 舉止作為柯文哲的私人帳房搬錢 這件事情 就我自己掌握的一些 information的了解 這絕對不是很 確實是這個樣子 但是目前舉止人在日本沒有回來幫忙協助處理這個案情 確實會讓柯文哲可能會成為一個破口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在於說 因為柯文哲現在不願配合檢調了 他現在就不說話了 他說你們就是只是問鄉頭的問題 人格毀滅這樣子 那問題就沒有辦法去答覆說 柯文哲在民眾黨那個創黨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金主 還有後續到了選總統的時候 跟威京集團之間 那千絲萬縷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裡的金額是什麼 所以我才說這一次的 鏡周刊的爆料 我再說一次 我對鏡周刊跟北檢的行為 這一種所謂一邊辦一邊玩這種偵查 不公開的公開的行為 我是痛斥就是所謂的東廠行徑 但問題是 如果這一些爆料的東西 民眾黨沒辦法確實回應的話 那這個案情漸漸的走向 對柯文哲越來越不利的禁地 不是不可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每個小時的崇露 最終完登 看看 維持青春 memori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